入住五星级饭店 有民众发现了一张神秘的纸片 一名网友在脸书上发文说 自己入住台北市信义区的一间五星级饭店 但是走到浴室却发现 瓷砖中间夹着一张纸 他好奇地抽出来一看 发现这个纸片不但泛黄 还印有黑色的字体 他说看起来有点像符咒 吓得上网 发问说这该继续住下去吗 还有网友直呼 怎么把封印解开了呢 不过因为最后他实在是太担心了 还是换了房间 不过后来有内行人一看就说 不要想太多 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瓷砖缝隙卡着一张小纸片 好奇手痒抽出来一看 民众吓到了 上面还有写字 这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糊的那种吧 还是会毛毛的 就会觉得毛毛的 有网友说他入住台北市信义区 一家五星级饭店 却在浴室里的瓷砖缝隙 看到这张泛黄纸片 他拍下来PO上网求问 该继续住吗 不过事后因为很担心 还是请饭店人员帮忙换房间 有网友直呼 怎么敢撕 真有勇气 还有人说怎么把封印解开了 但内行人一看 不用怕啦 普克牌一样的东西叫四色牌 然后因为老一辈的师傅 他们在撕作的时候 那个年代没有间隔器 所以他们就会用四色牌做堆叠 塞在这里 做一个缝隙的控制 然后等到他明天定型干了以后 他会再把它取下来 不是服也不是皱 四色牌是一种卡牌游戏 因为纸片的厚度大小刚刚好 除了贴瓷砖 装潢施工也经常被拿来利用 像是大理石建材施工时 也常拿四色牌来辅助 调整瓷砖石材的高低水平 老师傅的功法小撇步 这回忘了收赶紧意外吓到不知情的民众 记者 周杰特报导